大家好,我是瑞姐 在北京二环内胡同里走访 您会遇到一些老年人 因为每月领的退休金高低不同 他们的生活也会相应的有所差异 有些朋友经常会说 北京老人生活幸福安逸 退休金也高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和北京胡同大爷聊一聊 北京老人退休金一般是多少 每月四千属于什么水平呢 大哥,现在我看北京人生活都比较惬意 对,看自个儿对这个社会啊 对这个事情的认识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呢,看开点 有一个好身体是自己的 对 除此之外,什么都是空的 我看北京的老人都很知足 是不是这样 对 是不是生活条件都不错啊 这些老人的退休金都高不高 高也高不了哪儿去 对,五六千块钱呢 七八千呢 哦 比那个事业单位可能少一点 那比如说每个月四千块钱退休金 这在北京是属于什么水平 属于中下的 中下的 对 一般都是 五六千 五六千 嗯 在外地人都说北京人有钱 北京老人的退休金也高 不是这样吗 只是北京人啊 花钱比较节俭 是吗 因为我们都是从五六十年代过了的人 嗯 勤俭节约 这钱反正是不乱花的总够花 不乱花总够花 哎 我是属于下等 我的退休公司 两天五百九十五块五 哎呦 那确实不够 什么原因呢 我就是工龄短呀 哦 工龄短 哦 你下海了是吧 对 我只是就那个最后临退休的时候买了四年的工龄 哦 这么回事 按照最低水平来那个缴费的 也是按最短的年限 对 所以退休呢也是按照最低水平 还可以可以 现在都不允许再买工龄了 哦 不允许了 所以我还算赶上了那一波 哦 算运气不错 是的 运气不错 那您觉得这个收入水平生活上够吗 在我们家来讲 嗯 有富裕 还有富裕啊 对 怎么讲 这个房子是自己的不用花钱 哦 自己买的房子 哦 水电费 柴米油盐 酱醋茶 嗯 这些个全算呢 因为我也不扑张浪费 嗯 不过还是一天两吨酒 哦 所以我一个月全算上 嗯 也用不了两千块钱 哦是吗 那真够加省的 那您家大姐也有退休金是吧 都有 哦 他的退休金我不要 哦 就只当呢 我这点退休金过这日了 是啊 就等于日常的开支 您一个人的退休金还有富裕 大姐那一份就基本上用不着 对 嗯 想吃什么吃什么 现在 只要想吃 没有买不了的 没有买不起的了 哦 是是是 不像年轻的时候 想吃买不起 对 现在只要想吃 就没有买不起的 是 想上哪玩去 站起点就走 哦 您还是有实力啊 以前 做生意也有一些积蓄 平手 平手啊 对 不是谁都能挣钱的 像我这人的性格 就不是那做买买的量 您说太低调了吧 您还买了一套房吗 买一套房 这是 我插队回来的时候 赶上了那一个工程 哦 挣了一笔钱 然后暂时的跟别人再借点钱 哦 把房子买下了 那挺有眼光的 哎 也比 带着老婆老串房样的强 哦 是的 这个 安了家 这才像一个家 是的 是的 在北京有房子住 生活上可以说无忧 对 现在这个房子 说句实话 太贵了 是的 人不得外财不富 马不吃 叶草不肥 工薪阶层要想说买房 嗯 这辈子累死 也买不起 靠一般的工薪阶层 确实是比较困难 对 所以除了你这个做买门做生意啊 偶尔的呢 才能够挣到一笔钱 对 那样的几率也太少了 不是人人都有这种能力的 是的 是的 尤其现在年龄大了 现在重要的是身体 对 保住身体 生活有规律 我看您的精神面貌 身体状况就不错 底子好是吧 反正就是小子说 吃苦比较多 受累比较多 哦 那 不扛过来也不行 是是是 我们都知道 知足才有快乐 有人在风雨中乐开了花 有人在风景里哭花了脸 当时光从指尖划过 窝在手心的 只剩下岁月的沉淀 如果再次许下后半生的怨 也许不再是堆尽机遇 盆满钵满 那张满足的笑脸 才是每个下一秒 可贵的预见 让灵魂栖息在 面朝大海的淫泥里 与幸福浅泉 碎碎年年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